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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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方不平凡的瘋癲少女咪 今天呢 又是一集 新手化妝挑戰 然後今天的題材比較特別一點 就不是一般的妝容 我們要來畫 萬聖節妝容 因為今天是 天節 10月28號 正常萬聖節是10月31號 我也不好意思出一個 萬聖節化妝教學 所以我們就來個萬聖節妝容 新手挑戰 因為我今天其實也沒有很特定說 我要畫什麼樣的妝容 就我不會去Cost什麼角色 我就是穿一個很單純的白色裙 加一個一字零的上衣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應該會畫一點比較 小貓啊歐美的那種 首先我們一樣先擦防曬 但你們看到這一集影片的時候 萬聖節已經過了 最近皮膚狀態不是那麼的好 因為最近都很晚睡 我們今天的底妝有一個氣墊 新買的Pony Effect 這是韓國的品牌的氣墊 它上層是有一個粉撲 但我自己沒有很喜歡這個粉撲 因為它這個讓你手 穿進去拿的地方 有點大 很容易就拍拍拍拍拍 它就鬆掉就滑掉了 它是沒有彈性的 這邊是皮革的 不過它拍出來的效果是不錯的 但是它這個讓你的手握的地方 我覺得設計的不好 它是那種網狀的氣墊 拍不太出來 但它是密網狀 拍上去它是很均勻的 適合那種乾肌的 它的遮瑕力算還不錯 我真的不喜歡它這個粉撲 好難抓喔 我擁有自己的 Salone的這個 它這個就這邊有彈性 就會讓你比較好抓 拍在臉上就很像一塊雲朵 打出來的底妝也是蠻細膩服貼的 在這上面噴一點水再上 會讓它比較服貼 然後比較保濕一點 因為我自己是乾肌嘛 這個鼻翼這邊很容易泛紅 所以我可以多用一點 因為遮掉很多 差點忘了上額頭 用這個1028的遮瑕 而且因為我自己有一些眼下細紋 所以那眼下細紋就很容易卡 再用一點彩糖的遮瑕 來選這個粉色 讓它不會看起來那麼假白 再用這個蜜粉 阿咪咪的 我自己都唸成阿咪咪 我先用這一盤 HIMI的眼影 來上一下眼妝 它裡面就是有一種 焦糖奶橘色 我自己平常其實比較喜歡上粉色的系 但是今天如果要妝容濃 濃郁一點的話 我還是想要上大底色系 最淺的顏色 先在眼皮打個底 讓後面的妝容更顯色 然後用中間的這個膚色 上在雙眼皮折皺的地方 這樣眼睛看起來比較深邃一點 再用最深的這個咖啡色 像在眼尾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 還有這個下眼睛的部分 好奇怪 然後我們用這個刀鋒刷 沾一樣剛最深的這個咖啡色 上在我們的下眼睛 靠近睫毛根部 好像有點變成狐狸了 好 然後用這個魚粉 帶一下臥殘 今天臥殘可以畫得誇張一點 這個顏色好像不太適合到臥殘 我們用這個修容判好了 Essence的 我真的覺得臥殘真的超難畫 好醜 再上一點那個亮面 遠遠看好像還行吧 繼續最亮最亮最粗的這個閃 很閃喔 爆閃 好閃好閃 我們來修個容 用這個採藏的 喔 這邊立體起來了有沒有 平地起高樓 這個冷妝可以修一下 會比較像毛咪的那個有沒有 我們上一個那種很少的曬上妝腮紅 腮紅 我們拿這個iMini的最深的顏色 我們可以上一點打亮在這個眼下的地方 然後讓這個腮紅更立體 這樣它就邊界感更強 然後它現在還有一點太粉 但是我的眼妝是大地色系 所以我會再用這個腮紅刷 沾一點這個咖啡色的修容 然後疊一點在上面 這樣看起來會和眼妝比較搭一點 加一點雀斑 我用這個很細很細的棉花棒 然後也是沾剛剛的修容色 好像從貓變露了耶 我們來拉眼線睫毛 加睫毛的五一兩瓶 這個加睫毛真的超好用 其實這個如果帶一個美瞳 會更好感覺 但是我不是很想要折騰我的眼睛 因為我的眼睛最近狀況不是很好 Maybelline的 眼線膠筆 拉一個小貓眼線 這下面太圓弧了 其實這應該要開個眼頭會比較好 但我自己真的很不會開眼頭 睫毛膏我用的是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牌子耶 我不覺得刷睫毛膏是一件超療癒的事情 但是我超級討厭卸睫毛膏 睫毛膏超難卸 這睫毛膏也是咖啡色的 它不是黑的 好纏好纏這睫毛 好 口紅 擦個橘紅色的吧 之前在唐吉科德買的這一支 它是有點焦糖磚紅色 然後霧面的 這樣的一個顏色 再疊塗一點這個在日本買的 它是有點爛番茄的顏色 之前在五支愛用素顏口紅裡面有分的 我想過它 好不習慣 又換 好捲 剛剛跟媽媽借了這個 它的咖啡色染眉膏 它帶了一個夾髮 長髮的夾髮 我還是比較喜歡我媽長髮的樣子 我小時候還是長髮 後來讓它剪短 我第一次用的藍眉膏 因為我今天整體妝容偏咖嘛 所以我就想說眉毛太黑了 有一點突兀 讓它稍微柔和一點 有差 這邊就比較和諧一點 這邊就會太生硬了 然後我去換衣服 然後裝扮一下 歡迎大家 我換好衣服 回來啦 然後我還貼了兩個鑽在這 帶了一個小惡魔髮褲 然後這邊綁了兩個辮子 衣服我穿的是這樣子 一個Nike他們家的一字靈的衣服 其實這個已經買了好幾年了 但都沒有穿過 下面配了一個 這種工裝風的擺摺裙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這個 萬聖節妝容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